第75届全国药品交易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落下帷幕 在今年的展会上的参展企业多达2000多家 产品高达十几万种 而除了传统药企之外 互联网医药企业也纷纷亮相此次交易会 从去年开始参展的互联网医药企业逐渐增多 像平安好医生、医统天下等互联网医药企业 纷纷亮相本届交易会 在交易会中十多场高峰论坛中 步伐互联网医药的专题讨论 随着制药成本上升 新药数量减少以及监管环节越发严格 传统营销模式正在衰退 不少药企开始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模式的创新 国内的药企方面的话 他们开始依托互联网甚至包括无线互联网 包括微信 开始做了很多很多这种患者的教育 甚至患者的指导销售的这个部分 其实有很多国内的企业进展的题非常地快 在模式不断创新的过程中 传统药企发挥了线下的资源优势 借助互联网家战略实现线上线下的高效联动 所以说现在那个手机端和网页端的这种消费越来越大 我们也像我们这种传统企业也会畅导環保 我们根本成立的电子商务公司 最主要是进行网上宣传和一些推广 实现线上推广线下销售的无缝对接 谢谢